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从万人追捧到精英水后 完美人设备质疑 迪利热巴做错什么 迪利热巴的事业起起落落 以往是备受追捧的顶流小花 却在近期遭到了质疑和批评 她的事业起步于家行传媒 凭借着出色的外貌和观众喜爱的角色 一度成为最有前途的艺人之一 甚至被看作是有可能超过杨幂的艺人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演技被质疑 力吃或人设遭到质疑 在参与极限挑战节目后更是受到了批评 最近 周东宇的吃播事件成为热门话题 与此无关的热巴却被拿出来与之比较 之前 热巴在一个吃播视频中 支吃了一块小小的马卡龙 吃货人设与此前不同 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质疑 有人认为她只是为了炒作和炫耀 吃货形象不是真实的一面 这个小小的事件为何会被放大讨论 值得思考 热巴的外貌在娱乐圈中算是很出色的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并不吃这一套 她在精英节上的表现确实是遭到了大量批评 以前不太受到议论的问题 现在几乎都被拿来说了 然而 作为粉丝 热巴也遭受到了一些偏激行为 这也是娱乐圈中粉丝常见的现象 一粉顶十黑不是毫无道理的 以往的几个角色可能不是演技很出色 但至少还算讨喜 然而自从领奖之后 热巴的人气一直在下滑 她没有像其他艺人一样有代表作 甚至没有接到好戏 这让人感到可惜 因为曾经认为她会很火 整个事件对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它引发了对演艺圈资本运作的质疑 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艺人的真实与虚假 人设与个人 同时 她也提醒了娱乐圈中的明星 他们需要审视自己的形象和表现 不能知追求热度和流量 更应该注重真实和专业 对于迪丽热巴来说 这段时间的起起落落 无疑给她带来了很大压力和困惑 但是 作为观众和粉丝 我们也应该保持客观和理性 不要过分批评和质疑 应该给她适当的空间 让她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最后 这个事件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思考娱乐圈的现状和问题 以及明星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应该更加理性的对待艺人 不盲目追捧 也不轻易批评 只有这样 才能让娱乐圈更加健康和有益 对于迪丽热巴个人而言 她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表现和人设 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 用实力回击制宜 让观众重新认识她的价值和能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